游价持续的上涨 而整个环保的意识也持续的抬头 节能减碳成为了主流的意识 因此接下来替代能源 在整个汽车的一个市场当中 会如何的发酵 来到现场跟我们探讨这个主题的是 望车网的副主编林柏悠副主编 你好主持人你好 好谢谢副主编 那我们同时来看到 最近这个玉龙推出的纳智杰 这个电动车还有其他的厂商 也对于在这个部分的方向 发展不遗余力 不过我们看到这当然是后续 这个整个替代能源的 一个市场发酵之下的一个亮点 但是这当中是不是还有 其他这个替代方案 其实这个整个替代能源的方案 在之前就一直在发酵中 因为毕竟能源的 危机这个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原有中有浩劫的一天 对对对对 然后包含 现在大家最刻不容缓的 应该是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排放的部分 排放量 对那这个的部分控制 那就是在几年前 就大家开始研究这个部分 那研究的这个部分包含了 比较几个比较成功的 包含像轻能源 轻能源 对那甚至于 轻气的那个轻 对对轻气的轻能源 那之前甚至于也有所谓的空气车 空气车 对但是这些都其实都还是替代的东西 好像还没有普及 对对 轻能源的话目前最大宗的应该是B&W 他们做的 B&W最早是发展的 这一台叫H7 H7 对那这台车只送不卖 只送不卖 对在欧洲只送不卖 是送VIP级的贵宾 对它其实就是demo嘛 那这个战争现在目前大概就是来到一个点啦 就是大家大概会知道说 目前油电混合跟电动的部分 会比较是目前的方向 油电混合跟电动 至少在这个普及度上面这个门槛 可能会比较简 对因为这个中间会变成说 就是一个过渡期嘛 那这过渡期慢慢的就是要朝向这个方向前进 好 那我们先谈一下这个 其实这个 你刚刚也提到这个油电混合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虽然说是一个过渡的商品 可是至少在目前市面上 也有一些代表性的车款 对不对 对 油电的商品其实在国内 我们先不讲国内好了 各大厂牌其实目前都有做 在全球市场的部分都有做 对 那国内市场的 目前还是比较少数 而且这还是售价的部分 也是一个考量点 售价大概介于什么样的范围 售价其实最平均都要一百多万 最平均还是一百多万 对就是你要环保要花多一点点钱 环保的代价可能还是 有些人的门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还要慢慢在 朝这个方向前进 好 不过你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电动车反而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主力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稍后再广告回来 就要探讨说这个电动车 尤其大家对这个纳智杰 似乎也越来越耳熟能详 因此是我们下个阶段探讨的重点 我们刚刚提到说 所谓的这个过渡时期的商品 包括了轻能源车 或者说是油电混合车 而目前接下来亮点 似乎是放在纯电动车当中 是不是代表说这个纯电动车 比起之前我们所提到的 这所谓的过渡性的商品 有一些比较发展上的 一些竞争的优势存在呢 这个要分两个部分讲 第一个是当然这个的 就是我们发展电动车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 就是我们刚刚先前所说的 就是要节能省碳这个部分 那电动车目前现阶段来说 它会是零二氧化碳排放的 因为毕竟那个油电混 还是要用到石油的部分 汽油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要提到说 hybrid的部分 那所谓的油电混合车款 它其实目前大致上有两种 一种是我以汽油为主 那汽油为主去带动电池 就是说我在如果不需要的状态下 我是用电池去驱动 那电池没电的时候 我们再去用汽油引擎去发动 甚至于说我今天高速状态下 它还是汽油 那刚刚先前图片里面也有介绍说 像雪佛兰Volt这台车 那它就是刚好相反 它是以电动车为主 它是以电动马达为主 它是电动马达为主 然后电动马达去为主 然后小小的汽油帮扑去 汽油引擎去燃烧 等于是说汽油是为了电动而生存的 对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台是 纳智杰的EV Plus 这个在 这个要稍微讲一下 是说在台湾目前的市场 纳智杰我们大概都知道是 育龙自创品牌 电动车 自主品牌 那这个自主品牌 在发推出了三台车 MPV SUV 然后还有新的CEO 那他们都有配套的 就是所谓的电动车款 电动车款 对 那问题是出在有时候电动车款的部分 目前在国内的法规 还有一些硬体设备上并没有配合 是 所以反而变成说车子做好了 我也没办法去大力的普及 这是现阶段国内的 还是有些限制存在是不是 对 这当然就是要走环保这条路 是要大家都要互相配合 可是听说他们车子都卖得很好 对 但是那不是电动车款 对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是讲电动车款的话 其实它等于是说 我做好了我也不能卖 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如果看到一些什么 10月份的车市 可能新挂牌数有多少 然后其中呢 中华卖出了几辆 然后Toyota卖出了几辆 纳智杰卖出了几辆 这个并不是所谓的这个纯电动车 没有没有 那个都不是电动车 国内现在电动车 汽油 对 国内目前电动车基本上 有做好也没办法发售 原来是这样子 主要就是大概是Hybrid Hybrid还是油电混合的 对的还是目前国内比较主要的市场 但是Hybrid的售价基本上也不便宜啦 就像我们刚刚有讲它至少最便宜以Toyota的那台Hybrid Prius来算 它也是超过一百万的售价 都是百万起跳 对我知道国外的话政府会有补助 可是国内好像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 国内好像针对什么电动机车有补助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可是我们先讲回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车子 那包含现在看到这台Inside Hybrid 这也是Hybrid车款 这是明年Honda要引进的主要车款 Hybrid就是油电混合吗 对它还是油电混合 然后再来是像那个 它有其他的像Leaf 你上的Leaf 你上的Leaf 这已经是2012年就要量产的车款 2012年 对 然后像这台I-MEF 它基本上是Mitsubishi 在日本已经正式发售 所以这些都好像是很新的新车款 对 但是这已经在日本发售 I-MEF在日本发售 但是它售价要400万日元 400万日元 折合台币的话 之前日元一直升值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也不便宜 非常不便宜 非常不便宜 对对对 然后这我们就要讲 如果电动车款在国内的部分的话 是有发展性 但是如果 可是听起来说 这个法令的规范还没有完全的松绑的时候 其实 对所以还有得期待 应该这样说 好 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你说这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但是目前整个普及率 其实还是不如 我还是说全球的发展 它是一个重点 在汽车市场 在汽车市场 在什么 各方面 它都是一个发展 但是国内的路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OK 所以我们期许这个部分 赶快做一个配套方案的实施 然后可以让我们这个更环保 更节能这样的一个纯电动车款 可以赶快在市面当中普及 那么除了玉龙 对于在这个电动车有所琢磨之外 还有哪些厂牌 也推行电动车不遗予力 我们稍后广告回来 对于节能减碳大有帮助的电动车 碍于这个法规 还有没有办法完全普及 可是呢 我们国内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 可以来发展电动车 国内电动车的部分 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在纳智捷的部分 它已经有一个自创品牌 对 那再来就是说 电动车的一些相关的 零组件 那这也是都是有一些厂商在制作 我们都已经有一些现有的供应链 台湾在电子制造业是很强的 台湾的电子业真的非常的强 所以要做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难啦 那只是说就是 看重合切入这样子 好 所以希望说这个法规呢 能够赶快配合 让我们强大的这个产业供应链 可以发挥到一个极致 那么另外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除了玉龙有自力在发展这个电动车之外 刚刚在智卡当中也有跑到 包括了台达电或者是必翔 在这个部分也都不遗余力在切入 也因此呢 除了这是一个车市的最新的趋势之外 另外呢 我们也从这当中点出了 在股市投资相关概念股的亮点 包括了在整个整车的制造 或是零组件的供应 都是一些未来投资的趋势 不过最好还是要提醒您 不管是在这个车市啊 或是其他概念股当中的一个股市的投资 都存在风险 因此呢 投资理财还是要谨慎规划为宜 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线上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持续锁定台股最前线